让我们来看一下课本第159页的第18题 这一题它说了M4AB线的终点 所以是个中间点 所以AM的长度是等于MB的长度 AM等于MB 因为它是终点嘛 然后已经知道角1等于角2 所以AMC是等于DMB的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长度互相对应 然后也有了角度互相对应 还需要多一个材料 MC等于MD 这个也是来自于题目的 题目说MC这个等于MD 接下去我们要看一下它们是不是全等三角形 AM的边长对应MB的边长 然后MC这一个边长对应MD这个边长 而这两个边之间的夹角 一号角跟二号角也是对应的 因此我们可以下个结论 ACM三角形是全等于BBM 然后我们用的判定是SAS 因为已经知道两个边长互相对应 和它们这两个边长之间的夹角也是互相对应 所以是SAS定理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这一题 这一题在课本第115页 练习4.3A的第二题 右图中这两个三角形是全等的 三角形ABC全等于三角形EFD 所以根据这个我们可以知道 AB的长度会是等于EF的长度 AB等于EF 然后BC会等于FD的长度 然后AC将会等于ED 这个是从题目 它一写了它们是全等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样子的特征 然后我们也可以知道 ABC的角会等于EFD的角 然后BCA的角 将会等于FD的角 然后CAB的角 将会等于DF 从这边可以提炼出这样子的关系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题目的DFE是存在一个位置数 DFE等于S加上15度 DFE我们来看一下 DFE它对应的关系是CBA这个角 也可以是ABC这个角 所以就是所谓的CBA和ABC 所以 三角形内角合是180度 减掉这两个椅子角 180度减掉32度减掉48度 等于100度 所以S加15度 等于100度 我们就要用一元一次 解这个位置数出来 而这个角就是所谓的CBA S加15度 S加15度 等于100度 S等于100度 减掉15度 因此 这而是5 85度 这个便是S的值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Y是在D1的长度 D1对应的是AC 也就是所谓的CA 题目已经告诉你的 它是8 所以 D1等于2Y AC等于8 2Y等于8 Y 这而是乘法 乘法一向过去变成除法 8除于2 所以Y是等于4 我会有关于4Y 2Y 5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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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Y